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到 宁经的老师 动动脑漆 那一样在叮咛大家 从网址进入 要订阅的时候订阅免费 那从网址进入之后 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 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 对老师的很欣赏 按个赞 那如果要留言 可以滑到最后面怎么样 留言 那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加老师Nine的ID 0918568516 老师为什么要教动动脑 是因为要破除大家 一般在学术学 都是在倍数学 我们要跳出你的框框 而且引导你的思考 使你的思路 你的看到东西 经过老师的引导 你以后看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100点 你的策略就多了 或是200点 来 我们今天屏幕很简单 狮子对老五说 我现在的年龄 等于我像你那么大时 你的年龄的两倍 而等你长到我那么大时呢 我们的年龄可能是63岁 求狮子跟老五现在的年龄 哎 讲到了吗 好像迷迷糊糊 那很简单 我们有一次陈宇说 以不变 应万变 那见面有什么不变的 他们的两年年龄 过去现在未来会不会变 当然会变啊 过去就减少 未来就增加啊 那有什么东西不变的 想想看 好 那比如说你跟你爸爸差30岁 30年还是差几岁 差30岁 所以我们说的年龄差是不变的 OK 那我们一直来说的 我们的思考来说 都有着逻辑的满点 但是我如果画图 那个满点就破除掉了 那我们也来画图 好 我画一个图 那既然怎么样 我们说的怎么样 什么东西不变 那这边这个来区域就是什么 有未来 然后过去 现在未来 好 那我们把这点来说 当然随意比较大 随意比较大 随意比较大 当然狮子的年龄 来 狮子 那这是老鼓 这是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要题目不要 因为你如果 对题目的解读 解读 会错译 你当然题目在怎么样 你在怎么样 后面的计算都没有用 晚然 好 我现在的年龄 等于我像你那么大 来 我现在的年龄 等于我像你那么大 死 你的年龄的几倍 两倍 那表示他这边呢 这边我们用另外一个 这边我们用另外一个 那表示这边是S 我们 好了 表着这个 表示这边S 那这边就是2S 那表示他们年龄差 这边是不是差1S 那有几个间隔 两个 要表示什么 2分之1S 所以S加2分之1S 等于2分之3S 那这边呢 未来呢 这边是过去 过去 这边过去 那这边呢 未来 那第二个他说 等你长到我那么大 表示是未来 哦 你是2S的 那又加怎么样 2S加2分之1 是不是怎么样 2分之3S 看到没有 2S加2分之1S 等于2分之5S OK 他说我们两个年龄和是多少 哦 我们现在 S是设什么 哦 过去的老虎的年龄 OK 那本来是 2S加2分之5S 要等于什么 63岁 等于2分之 4加2分之5 是不是2分之9S S等于63岁 消消7 S等于14岁 14岁是什么 过去的 来 好 那 现在来说是不是 老虎是不是2分之3S 所以要乘14 老虎是现在21岁 那 怎么样 是指说 是不是2S 28岁 OK 那就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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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